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這一集終於讓我生出來了 之前一直跟大家說要做一集 這個七彈大作戰2全模式基礎篇 這篇的目的就是想讓新手們有一個全面基礎的了解 相信大多數七彈的玩家應該都是以土地戰為主吧 原因就是爭戒模式太過困難 但其實也有可能是因為對於規則沒有更全面性的了解 今天就來讓我們把基礎篇告訴大家吧 經過今天以後對於原本只有在土地戰的同學們 等於多了四個新的模式可以開心的玩 直接一路玩到七彈三發售 是不是很讚呢? 我們馬上就進入主題吧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所有有趣的資訊喔 首先七彈大作戰網路遊玩 除了土地戰以外 爭戒一共有四個模式 分別是搶雲模式 戰地模式 搶塔模式 個力模式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個模式的規則 跟進入延長賽的條件 以及結束延長賽的規則 還有我個人分享的注意事項 好 首先第一個是土地模式 規則的部分是在遊戲時間三分鐘內 看哪一方地圖走散地量最多獲勝 這個模式沒有延長賽的規則 時間一到就結束 注意事項的部分 第一個 最後一分鐘內一定要注意生存 那儲存好SPE 讓我們可以在最後倒數時間內做好防守 或是一曲進攻拿下更多的土地量 第二點 了解自己的槍支的位置以及優勢 抓敵方的弱點 這個部分不管是哪一個模式都是要做的 即便是土地戰 玩遊戲還是會希望能夠獲勝 如果想要增加制勝率的話 自己與隊友的槍支配合 以及觀察敵方的位置弱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 盡量與一位隊友配合一起加攻 圖地戰的規則在於走圖地量 所以如果有一個隊友死掉 像隊的來說 塗抹量就會大幅的下降 所以如果能與隊友配合 一起夾殺敵人的話 那那個勝率也是會提升的 這邊一定會有同學會覺得隊友不配合 這個時候夠聰明的就是自己要去配合隊友 擊殺得勝才是重點 第四點 盡量在死後復活的時候再圖家裡的地 遊戲開局的時候 大家通常都會先從家裡開始圖 這個地方可以建議大家 往外面一點的地方開始圖起 順勢一路出去 因為圖地也是順便增加這個SP的儲存量 家裡大部分敵人比較少會讀到 所以可以讓剛復活的隊友 有效利用地板來增加SP量是最好的 好 接下來進入爭劍模式啦 就是它有非常明確的遊戲任務 跟土地戰比較不一樣 一共有四個模式 搶不模式 這個實在太難念了 我們就用搶魚來代稱吧 稱為搶魚、搶塔、搶地、搶蛤蜊 我們會一一跟大家介紹內容的差異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是搶魚模式 規則是在五分鐘內 誰先將魚送到對方家的小富士山上即獲勝 或者是比賽結束後 誰的數值比較低誰就獲勝了 那延長賽的規則是 第一點 比賽時間五分鐘過後 落後的一方拿魚 直接就會進入延長賽 第二點 比賽的時間五分鐘過後 落後的那一方 將領先那一方拿魚的那個人擊倒 那在15秒內拿魚的話 你就會進入延長賽 這裡要特別補充一下 15秒的規則 是在領先方持魚被擊倒的15秒內 也就是說 假設比賽剩16秒將魚擊倒 過了15秒還沒拿魚 剩1秒過後會直接結束比賽 不會進入延長賽 這邊示範一下進入延長賽的畫面 給大家看看吧 然後延長賽結束的條件是 第一個就是拿魚的人被擊倒 或是拿魚的倒數時間結束 那第二點是落後方領先就會獲勝了 就是會結束延長賽 那第三個是領先方先拿魚 就會結束 好 接下來是注意事項的部分 魚魔爆炸的範圍很大 手短的同學一定要特別小心喔 第二點 魚魔本身是有傷害的 太高近啊 或是在角落啊 你可能會被擠壓死喔 第三點 魚的攻擊力是屬於蓄力型的 必須要蓄力到最大 它的攻擊力才會是最強的 第四點 魚是屬於重型武器喔 攻擊之後會有後座力 不要非常小心不要落水啦 第五點 呃 走速的技能的效果啊 就是跟你拿重型武器一樣 那第六點 魚的分數計算啊 是魚離小-13最短的距離啊 所以如果找到地圖上最短的直線距離啊 可以先往那個地方送喔 這樣可以多取得一點優勢喔 好 再來是建議的部分 第一點 強魚很重視看小地圖喔 在X代以前啊 這個 前期應該很容易遇到一群人啊 然後在一邊 然後魚就偷偷被送回家來不及追喔 要非常注意小地圖魚的動向 第二點 拿魚的優數不會降低 所以追不到請直接飛回家是最保險的 第三點 拿魚的時機點呢 會是在對方人數不利的情況下在拿喔 除非自己是前線喔 但還是要看情況看 如果隊伍不太會拿魚的時候 自己抓準時機啊 盡量往前拿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點 有一些人會在取得優勢的時候把魚送回家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的危險啊 因為只要對手偷偷過去埋伏 很有可能你一瞬間就被大逆轉 建議魚要往啊 離家裡最遠端的那個斜對角是最安全的 好 第二個是 強塔模式 規則呢是塔上必須有人才會前進喔 每個地圖都有數個關卡啊 抵他關卡之後就會開始倒數 結束之後就會繼續前進下一個關卡 直到最後一關即獲勝 或者是比賽結束之後誰的數值比較低誰就獲勝了 這個模式沒有什麼懲罰分數喔 但是如果塔上沒有人的話呢 塔就會自動的回到中間歸位喔 上塔之後呢 全員的SP的累積速度是會增加喔 即便你下塔啊 在塔開始回歸之前呢都會增加的 延長賽的規則是 比賽5分鐘過後啊 落後的一方站在塔上的狀態下就會進入延長賽了 那麼延長賽結束的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點 如果領先方上塔就直接結束比賽 第二點 如果落後的那方下塔超過10秒 或是塔開始往後退 他就會結束延長賽 第三個就是落後方逆轉 那當然贏了就會直接結束啦 那第四點 如果兩方人馬都在塔上的話 延長賽的時間就會很長喔 好 接下來是注意事項喔 塔其實上去一下再下來 他還是會稍微前進一點點 這是一個小技巧可以偷偷使用 有時候在最後一關的分數啊 會稍微偷吃步喔 吃到然後就前進然後就贏了 第二點 在關卡倒數的時候 兩個人站的倒數時間會比較快 但是最多就兩個人 三個人四個人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 第三點 以人形的狀態啊 在塔中間啊 是比較不容易被攻擊到的 第四點 當敵人與我方在塔上時 塔不會前進也不會後退 好 接下來是建議的部分 第一點 基本上呢 在中高代之前 大家都會很心急的想要上塔 尤其是落後的時候 但這個時候其實是最危險的 上塔的時機應該會是在隊友有充分的保護下 抓到敵人的失誤 一舉攻破上塔 有時長槍短槍會互換 但大部分會讓 呃 長槍站塔 由前鋒抓敵人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二點 作為中前鋒 可以嘗試在塔的附近埋伏 伺機抓想要上塔的人 第三點 除非關卡要加速 否則不建議一堆人在塔上 或是在附近 很容易會全滅 第三個是搶地模式 規則呢 是將地圖中央的框框內圖滿 雀跑戰地後 我方的數值倒數歸零級 獲勝 或是比賽結束後 誰的數值比較低 誰就獲勝啦 另一方搶回 戰地時 我方會遭受到懲罰時間 這個是遊戲的平衡機制 數值越低呢 你的懲罰時間就越長 戰地框若是沒有完全突滿的話 戰地就會處於停止倒數的狀態 戰地框大概約80%突滿 它就會自動判定成全滿 然後戰地如果被對方搶走的時候 你的SP的量會自動增加 那麼延長賽的進入條件是什麼呢? 比賽時間5分鐘過後 落後的一方 若是戰地處於確保的狀態下 就會進入延長賽 那結束延長賽的條件是什麼呢? 維持戰地倒數停止約10秒左右 就會結束延長賽 那第二點 落後方 戰地倒數 追過0先方 就會結束延長賽 這就是逆轉勝的部分嘛 那麼注意事項跟建議事項分別是 第一點 搶地雖然是最重要的核心 但時不時都還是要看一下上方的數字 戰地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第二點 雖然擊殺敵人也是很重要 但還是要留一份心力在戰地上 第三點 除了兩塊戰地以外 其他地方的撲墨也都非常重要 這樣才能壓制敵人到場中間的機會 第四點 不變的原則就是要思考自己的槍 適合什麼樣的位置 第五點 呃搶地最重要的是人數及隊友的配合 一復活就出去送頭是常常強力輸掉的原因 第六點 建議常態累積好SP 觀看隊友及敵人的狀態 抓準時機點放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來是最後一個模式 蛤蜊模式 蛤蜊模式的規則是在比賽5分鐘內 將球門內的數字投完 擠滿10顆小蛤蜊可以換1顆大蛤蜊 就是1顆大球 投進球門之後打開 誰先投完誰就贏了 或者是比賽結束後誰的數值比較低 誰就獲勝了 球門關閉之後會遭受到懲罰時間 這個也是遊戲平衡的機制 1顆小的蛤蜊是3分 1顆大的蛤蜊是20分 那麼延長賽的規則又是怎麼樣呢 第一點 領先方的球門被投進的狀態中會進入延長賽 第二點 落後方球場上至少有一顆大球 而且比賽結束前被領先方投進的狀態下才會進入延長賽 第三點 就是雙方如果都是在100分的情況下 大家都沒有投最多延長的時間43分鐘 所以來跟大家說說蛤蜊模式獨有的延長賽時間機會 這是蛤蜊獨有的特色 比賽時間由領先方投進球 比賽時間過後落後方在持有一顆大球的情況下 會有20秒的機會時間反攻 那如果在20秒內投進的話呢 則延長的時間會計算到球門關閉前 或者是逆轉就結束了 然後延長賽結束條件是 第一點 呃落後方的逆轉 第二點 領先方球門倒數關閉 第三點 落後方機會時間20秒內沒有進攻 這些都會結束延長賽 那值得注意的事項是第一點 極盜大球在地圖上會有很明顯的標示 大家要小心不要被發現了 第二點 球門關閉後會有復仇球 就是會有一顆大球 那第三點 球門打開的時候 投一顆蛤蜊會有倒數時間 那在倒數時間內再投 他就會繼續補充這樣子 第四點 球門前會有一個小球 表示在這個小球的範圍內 投的球都是會進球的 第五點 有些地圖會有一些特殊的位置可以投球 像是站在上面啊 往下投啊 或是站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這個樣子 第六點 場上會顯示蛤蜊的位置 必須要有我方的墨 否則是看不到的 第七點 蛤蜊生成的地方都是固定的 第八點 若同分的話 球門關閉後 落後方的數值加1 第九點 場上生成的蛤蜊總數為50 那建議的部分是 第一點 九顆待在身上一顆用丟的 比較不會被發現 因為這樣子就不會變成一顆大球了 第二點 隨時隨地看螢幕上的蛤蜊總數 我方與敵方的 第三點 記得呼叫隊友 或是看隊友的呼叫 隨時飛過去 第四點 有一顆大球以上在進攻會比較好 因為開門只扣20分 結束以後 對方還會有一顆復仇球 那這樣對我方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好的 以上就是七彈大作戰2 網路遊玩全模式基礎規則篇 相信本來只有在圖地的同學們 現在應該已經越越浴室啦 以下多了四個模式可以拚 我想應該可以撐到三代出現 沒有問題啦 我們之後還會再規劃 對槍生存意識 這個戰地意識 相關的影片給大家 讓大家在各個模式中 都能順利的通關獲勝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拜託先幫我按一個讚 七彈小教師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